很多商市公司大老板都有自己的副业 像是前游戏股王董作林一宏 就在两年半前跨界开启了餐厅 不止去年不为疫情危机入市 逆势拓展了四间店 今年营收还要成长到1.5亿 怎么做到的带您来揭秘 桂丁土鸡腿 芦笋 猪五花 鸡心 一串又一串在背长炭上两面反复煎到香气四溢 整排日式串烧搭配五分手软嫩有口感的A5和牛三明治 还有铺上麻油蛋 咸甜适中的酱烧鰂鱼饭 各种高档海鲜料理 满满一整桌超澎湃 让人看了肚子不自觉就饿了起来 不止餐点 整间店里的装潢也充满日式风情 聚会不想被打扰 还有独立的大包厢 开幕不到一个月 营收就冲到200万 其实背后的老板大有来头 这一道是我研发出来的新菜色 黑鲍鱼泥加上鱼籽酱加上金箔 外面用最终饼 满意的介绍着自己研发菜色 他是前游戏股王 现任电子支付公司董作林一宏 不畏去年疫情重击了餐饮业 他逆势一口气 将旗下餐饮品牌拓展了四间店 目前店数已有七间 平均来说一家店的营收在300万左右 那疫情严重的时候大概只能够做到80到100多万 那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有一些产品可能比较难经营下去 看到不错的点就想说好吧 那就来这边展店 大胆危机入室 其实林一宏2019年才跨界开启餐厅 但今年总营收已经要拼1.5亿 靠的就是把过去做游戏 最看重的流量和转换率概念带进来 譬如说你吃 现在只要吃990块 你只要加30块就送你喝到饱 行销费用投出去吸引客人 不如我让消费者得到这些优惠 他就会带他自己的客人 他自己他的朋友过来 时不时给消费者甜头 牢牢抓住了他们的心 抓住他们的胃 身为科技人的林一宏则靠网路 七下餐厅都采用线上点餐方式 借机检视每月最乏人问津的20名 提出菜单中 且一记换一次新菜色 其实林一宏本身也是个 不折不扣的吃货美食家 但谈起为何开餐厅却笑说是误打误撞 我常去吃 然后就认识了老板很好 好几年 后来他做不下去了 他收掉 我觉得很可惜 开了店之后不到两个月 他就跟我说 一哥我想走了 也不是说一定要花大钱 才能够吃到美食 也可以找到很新鲜 但是不昂贵的食材 做得很好吃 给大家来分享 从宫卿辨识主 林一宏却乐在其中 兴趣结合了过去经验 也让他的事业第三春 开出甜美果实 东森财经新闻 可谎明叶子晶 台北报导 看盘不亂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 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 股市直播